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孤遊愛買紀念 老公家人卻嫌棄 神明欣欣跟我說 我剛剛穿一點皮帽 她叫我拿出來是 魚皮帽 這個是帽子 這是哪個帽子 怎麼那麼好笑啊 各位老公們 送禮要送到新坎裡 不要就是喊出個人的 收集屁好嗎 所以她叫快樂鳥 這是我在以前的 請問這什麼 全國的設計師 是座椅嗎 所以看到了 我就一定要帶回去 老公知道你買這些東西 她是開心還是想贏婚 媽媽佔利品 為何老公家人不是貨 今天節目邀請到 六位好神媽媽 和一位老公代表 分享最吸睛的出國紀念品 到底媽媽扛回來的禮物 有多驚人 紀念品大賞馬上開始 如果你們知道 我現在是處於一種 鬼單身的狀態 我知道 因為Grace跟你們的兩個小孩 他們在國外旅遊 要去兩個月 是... 那你知道 因為我老婆 她的信用 我的信用卡給她 所以她刷卡的時候 我的手機都會有簡訊 對 那就前一陣子 你們就收到一個簡訊 是會讓你手 會稍微抖一下 什麼東西 然後會沉默一段時間的 那種數字 給你算了 就大概十五萬左右 你才懂 那個應該會漏尿 但Anyway就是 我的原則一向都是 反正你要 這個不管我太太買什麼東西 你只要她也要用 我覺得都OK 但我們今天節目上呢 有些人出國買了一些東西 我實在不知道 他用在哪個地方 而且這些東西 今天來到現場 我看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很與所思的 有些一定要出國買嗎 這個是 自己買就算了 有些是人家送的 人家送的你又不能說 好像不接受對不對 人家送的 送的很詭異的東西 這也很奇怪 我最怕人家就是送百飾品 因為百飾品 它有可能跟我家裡面的 裝潢不搭 對 而且因為百飾品很常是 人或動物什麼 就我又很恐怖片 可能看太多 我就會很怕 就是有東西是帶一面的 有一次 我朋友就去吸吸安 然後他就帶了一整組的 大的盒子回來給我 結果打開來 我跟我老公就傻眼 妳們剛剛在講的時候 他們這樣動了一下 他們都動了一下 開海原地 走 立地 這太詭異了 他送了我一整組 因為西安是那個 秦陵的那個遺跡 所以他送我一整組 這個陶土座的兵馬 那是很好的朋友嗎 對 是很好 他知道這個是 陪葬品嗎 就是說他就能 他希望他們有 帝王般的待遇 你很會講話 真的 而且他跟我講說 因為這個是陶土座 所以他還不敢 把他放在那個行李箱裡面 所以他是把他放在箱子裡面 然後手提回來 他問的 你這個很用心 你這個很用心 而且你知道他還跟我 對 然後他還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因為你家裡面有一整片 那個電視牆是文化史 所以你就是把這個 放在你的那個電視牆 你就可以問一下嗎 我也要問一下 不好意思打擾他 他就說 你就把他放在那個 那個這樣的電視牆 前面讓他放一排 其實他滿漂亮的耶 然後我回家之後 我就超出來 我就不敢 我就不敢不擺 因為我覺得 好像放在櫃子裡面 他會怨恨我 不要這樣 你擺也不是 不擺也不是 對 那我就想說 我看電視的時候 我擺那五仙 然後我看電視 萬一他跟我討論劇情怎麼辦 他還在你轉場 對 其實他做得還滿好的 是真的 是漂亮 而且這個還是很貴的 然後結果我女兒 後來長大之後 就是因為我就把他 放在酒櫃下面 結果我女兒長大之後 他就剛好看到了 剛好看到了 他就 他就把兩隻拿起來這樣子 就像玩小玩具這樣玩 結果頭就掉了 有耶 他這個有黏過的痕跡 結果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看到頭掉的時候我就 完蛋了 應該會斬首 你知道我是一邊 你一邊說對不起 對不起 對 一直跟他道歉 可怕 你講的是中文還是台語 要講台語 你應該講中文吧 對 中文 情朝的本土是台語 真的嗎 真的嗎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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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跟你做錯 是嗎 我有一點派出在講 抱歉 但是這時候 他旁邊出現一隻 奇怪的動物 那個是 有一次呢 小兵去出差 然後他回來 神秘希希跟我說 我要送一點皮帽 然後我想說皮帽 他難得送我跟 Chanel 配件有關的東西對不對 然後他上一個送的禮物 是那個愛馬仕的司機 是什麼皮帽 還有Botega的皮帽之類的 我覺得好配成一套這樣 很期待啊 結果回來我就說 我的皮帽呢 結果拿出來是這個 魚皮帽 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帽子 他跟我說 他是一枕這樣魚皮 很酷 而且他可以當帽子戴 然後硬要戴在我頭上 很痛 你方便戴一下嗎 這是軟的嗎 這是硬的嗎 這是硬的嗎 很軟 可是好脆硬 他怎麼那麼好笑 真的嗎 是真的嗎 還是真的魚 還是真的魚 我想問一下 這是什麼魚 他知道嗎 這是真的魚嗎 你要小心喔 他後面有刀刺 所以他是真的魚 真的魚整隻 拔下來的皮 這很殘忍耶 對啊 他有一點彈性 他們怎麼不帶新加坡的那個 鹹蛋儀皮回來就好 這很好吃喔 很好吃用 這個太詭異了啦 對 我真的很妙 這真的很貴嗎 我不知道耶 下次你想知道這個多少錢 下次你們吵架的時候 你就這樣 你看他尖叫的程度 就知道多少錢 我就覺得說 其實送禮啊 各位老公們 送禮要送到新坎裡 不要就是 每期明日送禮 但是其實滿足個人的 收集屁好不好 收集屁 收到大自然的東西 我真的不OK耶 下面的東西我真的看不懂耶 太多了 我又覺得我明明就是長得很都市啊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朋友都覺得我有就是 怪癖收集症嗎 他們都很喜歡送我 就是來自大自然的東西 例如說 冰島的石頭 怎麼會帶石頭 沒有說 我沒有跟我說 因為冰島的石頭摸起來 特別舒服 真的喔 有嗎 還是他有什麼療療 有療療 有療療到嗎 其實有 真的有耶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有耶 少在那邊 那真的有 摸摸看 真的 明明是大家河濱公園的吧 沒有 有 摸摸看 怎麼那麼療癒 好 換錢 你贏多久 你都不要小看 可是他真的摸起來的質感 有不一樣 然後比較像是 石頭上的肌肉感的感覺 因為我本來以為它是什麼 有軟質的那種感覺 不是耶 有一點的 這有啦 有 其實有差 交直的感覺 這個我很忍不住拿去打水漂 這個好棒 平島來得 我覺得你們都綜藝節目做太久耶 沒有 還有這個 來自埃及的沙 感動 對 你們告訴我 這有種 這個搞不好是金字塔底下的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說到這要幹嘛 也是一個陪葬品的 對 不過其實這種奇奇怪的東西 真的大家出國都會想要帶一些 就是紀念品回來對不對 有人昨天才回 我覺得它那個紀念品喔 是臨時不知道要買什麼東西 隨便地上拿個石頭 拿一把紗回來就給它了對不對 所以根本沒有買 但你有時候花錢真的 你還不如不花錢 你有說過什麼讓你傻眼的嗎 像比如說我有一個 那個製作人的朋友 我已經跟他合作十年了 從大間諜到現在 他說強哥我真的太了解你 你就是喜歡星際大戰的系列 對不對 後來那時候他就跟他的女朋友 去法國 義大利 好像去了半個月這樣 回來以後他就說 我在那裡幫你找到一個 星際大戰的東西 我說我很開心 但是我訂過神來 一想說奇怪 法國跟那個義大利 跟星際大戰有什麼 星際大戰不是美國的電影嗎 然後他就買了一個 那時候 星際大戰的東西給我 這是什麼 熱膏嗎 他說有一個功能 就是他這個肚子按下去 會亮 會亮 就是說你可能晚上回家的時候 他真的擦鑰匙口 擦不到的時候 會有擦 他還會亮 你只有多老啊 老到看不到鑰匙口 很煩喔 而且都是你擦鑰匙口 他說他沒有辦法照到那個啊 對啊 你說的也是 鑰匙要長一點 就是你要拿起來的時候 才能照 但是這時候鑰匙 你就要再擦進去 你就看無錯了 然後我要先到 還是要先擦 先擦 還是先到 最後直接把它摔在地上 好不好 我跟你講除了這種之外 你看這一種你們 你們一定都有收過嘛 對... 比如說去新加坡 人家買了一個這個給你嘛 對不對 去這個比方北海道 北海道 整個寫北海道 送了這隻東西給你嘛 對不對 葡桃牙 還寫葡桃牙 還寫中文 對 或者是這種 好辣喔 你這麼說你自己 昨天買回來的 沒有 這都是人家送的好不好 沒有 是不是人員 你還依然發一個帶回去 沒有 可是老闆也不用 中國真的好多鑰匙圈 好好買喔 尤其到日本 真的每一個停車場的地方 都有送賣好多鑰匙圈喔 好可愛喔 不過皓如妳是剛從國外回來 對不對 對... 妳有沒有可以讓大家覺得 比較這個東西還不錯 沒有那麼傻眼的東西 介紹一下 我的個性是比較務實的 我就不太會買那種 沒有用的東西 所以我買的東西一定是 一定是用品 我一定是要可以用的用品 然後擺飾我也很少買 那我就算是買那種裝飾品 這個裝飾品 它一定也要有實用價值 譬如說這個捷克的 這個刺蝟彩 這好用名耶 這非常有名 就是那個歐洲 東歐才有的 它就是捷克出產的 然後它這個牌子呢 就是被譽為是這個 因為它的鑽筆呢 它所有的這個木頭都是原木 它一整個 包括這個刺蝟 都是原木做成的 然後筆也是 所以它都保留了 這個上面木頭的紋路 所以你買到的每一支 它的紋路都不一樣 長不一樣 然後它裡面的這個石墨 用的也是 歐盟認證安全無毒的 小孩子畫都可以 這個還不錯 這不錯 這個好 這個歐盟 那我個人也就是 譬如說像在美國的時候 我們就很喜歡在美國帶一些 就是家電用品 那這個呢 是我在美國的時候 買的這個 空氣清淨機 它就很小 對 空氣清淨機 然後它就是標榜 永遠都不用換這個濾心 或是濾網 或是濾紙 然後它就小小的一個 開了之後是藍光 你就把它擺在那邊 也像小夜燈一樣 然後你那個 然後它大概這樣子的大小 那麼厲害 然後你就把房間關起來 然後你就開著它 你回家一打開房間 它全部都是負離子的味道 這個牌子呢 它是美國NASA等級 對 放在 放在太空艙 美國的NASA裡面 還有FBI裡面 它就是官方認證 就是官方證證 官方在用 FBI幹嘛 FBI需要腦袋清醒好不好 那種混濁的都是霧霾 它怎麼想事情 對 出發工作 然後太空人稀的空氣 因為它要出發到外太空 它是必須要呼吸一些太空艙裡面 不過這個是小小的 然後很方便 我覺得還滿OK 還可以 FBI好像有一個小小的東西 也還滿厲害 我有一個也是小小的很方便的 就是 淡氣咖啡 淡氣咖啡 我聽起來也有點厲害 你們都有喝過啤酒嗎 就上面都是泡泡的那種 對 其實那上面的泡泡 它用的就是用淡氣去弄的 所以這就是 為什麼那種泡泡泡沫的啤酒 喝起來會很甜 然後那口感很綿密 看我去韓國以後 我就特地去找 哪一鍋 這個是哪一鍋 韓國 那我都會先加個 好 我都會先加個牛奶 因為它其實 它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這樣小小一隻 好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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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點像噴霧 就是它裡面是加壓的 對 它其實裡面就有淡氣 然後還有咖啡也在裡面 好 現在壓給大家看 然後就這樣 有聽到了 有聽到 好可愛喔 好生氣喔 這牛奶上面就是自己 它就在幫你打冒泡 你這樣說 你那個上面那一支淡氣瓶 它不是噴氣出來 它是噴咖啡出來 它是噴咖啡 那如果說有時候你喝起來 而且它泡泡好明顯 不知道 你這樣濃的人 其實可以再多加一點 雙倍 對 雙倍這就是 雙倍的 雙倍的 好 不加牛奶可以嗎 不加牛奶可以 可是可能會 它會比較濃比較苦一點 對 這樣子就是拿鐵咖啡 一開始人家說那什麼 什麼的 可是你只要一弄完 大家喝 奶可以掃一點 大家都很喜歡 奶可以掃一點 對 所以那時候我在超市 我喝了以後 我就驚為天人 然後我就 現場的現貨我通通掃 可是我就覺得不夠 因為我就算了一下 你帶回來多少 我後來我就是 看到超市我就進去 問有沒有 我最後帶了快三十盒回來 我覺得這個滿好的 是我看過這 目前介紹的 最實用的一個 小劉剛認證耶 很香 聞聞看味道還滿香的 剛剛妳喝的是哪一邊 這邊 我要併開 沒有啦 這個真的 妳聞味道 就覺得滿濃郁的 不過這些都是比較輕巧的 我比較好奇凱莉哥 這個呢 是我們今天的年初戰 那是妳帶回來了 那是妳帶回來了 我以為是裝飾品 那是裝飾品啊 那是裝飾品啊 那是我們自己看 妳彈回來 我彈回來的 那那個他們可以拆掉的嗎 不行 它不能夠學一堆 身體是一體成型 然後腳就是那個木頭 這是我在以色列 請問它是什麼鬼 不是 請問它是什麼鬼 是合國的設計師 是座椅嗎 然後 對 你們一定有看過 它最有名的是那個白色的狗 然後很簡約的那個狗 然後它就是同一個設計師 設計出來的那個小鳥 它叫快樂鳥 然後可是因為我在台灣 都是看到狗 我沒有看過這個快樂鳥 然後我那時候在以色列 大家要去參觀以色列博物館 是一個很沉重的心情 結果我就一經過的時候 就撇到有一隻黃色的東西 然後大家坐下來 開始吃飯的時候 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出去一下 然後我出去 你已經在消脖了 你消脖了 我真的一定要帶回去 我已經看到了 我就一定要帶回去 然後後來我老公就是 然後博物館管理員說 這是我們館裡面的 沒有 沒有 我看到了 我要 多少錢 你說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要買 可是你知道我醒過來的時候 我已經在付錢 就是已經結完照 我完全沒有想到 我要怎麼運送 我想你老公知道 你買這些東西 不是 我想照片 你 我認識小人哥 如果你老公買之後 Stacy買這個 你會怎麼決定 我會想離婚 不是 我想說 這不可能帶著回來 對啊 因為你這個人 就用掉一個人的扣打了吧 沒錯 你應該會說服他退貨吧 對 他不能摔 所以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我完全忽略一件事情 是以色列的海關 是全世界最嚴格的海關 完全忘記 然後大家去登機的時候 每個人心理都要打開 然後大家大概十分鐘到十五分鐘 大家就入關了 可是我因為他卡在那個海關很久 他就打電話 打完電話 他說你在等三十分鐘 然後上面就有一個帶槍的人下來 然後下來過後 他就把這隻抱走了 然後就過了很久很久很久 再回來的時候 他就說好 那沒問題 他可能去X光機又少了幾次 然後穿過全部把它掃掉 對啊 沒有 這就是帶回來 你知道本來我家客廳 我時不時看著他 我就覺得很開心 就快樂 就是真的很可愛 快樂女孩 對 快樂女孩就快樂 真的很可愛 還有這個 真的好誇張 真的是小葉生 超可愛的 這是小葉生 可是這個魯魯米太可愛了吧 超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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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跟芬蘭買的 我跟一次 就是去北澳只有三個戰利品 就是這三個都很重 然後都很大 這兩個我塞行李箱 這個我手提回來的 這小朋友最喜歡 這個燈我可以 這很漂亮 小孩子旁邊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對 這燈還滿可愛的 超可愛的 我記得好像是五六千塊 但是比台灣便宜非常多 幾乎是三分之一 到半價左右的價錢 然後另外這個米肥兔 它也是夜燈 它是我的西班牙買到 可是你知道我買到的那一天 它的那個就是 就是 真的還假的 店裡那天下午 他就過世了 他想說有人願意這樣扛回來 他就負在上面了 他這一輩子也 對... 他想說我一輩子 都沒有到台灣玩的 對 真的 我帶他來了... 不過如果是我 我會去評估一下 就是台灣的價錢 跟這個價錢的價差 值不值得我這樣子 跟海關好嗎 黃醫師我問你 譬如說小雞還是小鴨 小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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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這樣 快樂小鳥 黑肥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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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你扛 你會扛回來 羊... 你會扛羊嗎 羊比較小 小人哥你會扛哪一個 真的好耶 很溫暖 我應該都會視而不見吧 不是 因為你那個燈 你不可能放行李箱 那個摔破怎麼辦 對 摔一個手提 手提 我唯一有一次去外面 買一種比較大的 就是一隻 那一隻雨傘 雨傘 然後那一隻雨傘 是荷葉狀的 然後就是可以承受 每小時一百公里的風 就是那個風如果這麼大 它會隨著那個風轉 一百公里的風 你還出去幹嘛 對 你知道台灣是凱風多嗎 那無論如何 我就覺得那個東西 就是很有設計感 然後又是很科技 你們男生就很 然後他有大隻 我還想 我就考慮了 我就沒有辦法 像凱莉一講說 那我就扛回來 我覺得我們受不了 我一定要是 它可以放進行李箱的 所以我就只好買中的 反正就是在橫的 剛好和行李箱的紅袖 45度那個斜軸 塞進去 塞進去這樣 然後其他的行李就是 蠻辛苦把它帶回來 然後回來之後 給我老婆說 你看 你看這個很厲害喔 Made in Taiwan 你知道台灣是 是雨傘的地方嗎 我坐耶 到哪裡 Excuse me 荷蘭 很厲害 如果那個 雨傘本身有靈魂的話 你就說 我怎麼回來了 我想說 我回到祖國的環境到了 歡迎回家 看完他們的東西 我覺得我的東西都 好正常 真的 但是 因為我很喜歡 星際大戰的東西 那所以說 有一天我就去香港 然後我在路上 也不是說什麼 很難得的店 就是H&M 就這樣而已 然後我就進去 就看到了一個帽子 我就覺得這太誇張了 而且台灣沒有 就是這個 尤達大師的 好可愛喔 這個很可愛 這給小朋友戴 真的很可愛 沒有 這是大人戴 好可愛 對 這個要有這樣 它才會立得起來 你沒有戴過耶 標籤還在 沒有 對 就沒有戴過 因為我拿回來以後呢 我就給我媽看說 媽 你看我找到這個東西耶 好可愛 然後我媽就說 可是這是一頂綠帽耶 綠帽好可愛喔 難怪你剛剛為什麼大 他一語就突破了門場 然後我想說 對喔 然後我就 所以剛剛黃醫師問說 這個標籤為什麼 沒有拔掉 對 因為就沒有戴出去 所以真的是很可愛 對 有一次我去日本出差 去拍外景節目 然後你知道我們到的 那個星系這個地方 大家知道星系產的 最有名是什麼嗎 米 米 對 就是星系的米 非常有名 然後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廚藝比較不佳一點 所以那時候呢 我看到這個星系米的時候 它是全世界第一的米 我就覺得說 既然我的廚藝不佳 那我就帶個幾包回來 讓老公小孩可以吃好吃的米 他們一定會非常感謝我吧 對不對 然後好死不死呢 那一次我們那個製作單位呢 我們做的是聯航 你知道聯航就是有那個 就是限重 限重 所以那時候呢 我們怎麼塞 我的行李就是一定超重 那如果超重就要加錢 我就不想 就是你知道 想說不要花這個錢 因為有些同事就說 我們的這個行李箱還空空的 我就說好 那你這邊幫我放一點 這邊幫我放一點 我就這樣塞再塞 可是無論怎麼塞 都一定有一個行李是超重的 然後呢 因為我們在那邊 就是機場喬了很久 那時候製作人就很不爽 他說 到底是誰的行李加重 給我加錢好嗎 然後你知道當下 就真的很尷尬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本人 我本人好好 那我付錢 然後我當下就覺得說 就是沒關係 為了家人的幸福 這點屈辱 我可以忍 然後呢一帶回台 我就跟我老公說 老公你看 我從星星買了什麼回來 米耶 那老公用這個表情 米熟 就是你為什麼要從星星 帶米回來 這三代 對 還三代 然後他就說 你不知道現在很多那種 就是高級的超市 都賣了嗎 都賣了嗎 賣星細米了嗎 然後他就說呢 就像你常常就是你知道 去這個超市走一走啊 不要一天到晚走到百貨公司 只會買包買鞋啊 他說如果你去超市的話 你就會知道 星細米 根本不用從日本扛回來 然後我就當下覺得很哀傷 因為你知道 就是很千辛萬苦的 從日本帶回來耶 就是他們沒有人力氣 你付的那個家的錢 在台灣是划算的嗎 就是你在台灣買的 就可以在台灣買的 超市應該是知道吧 對 我也是 就是因為三年前 有一陣子很紅 那個愛迪達跟Jeremy Scott的 聯名款球鞋 那個好 那時候很難搶 然後台灣很多藝人 譬如說藍心梅啊 羅志祥啊 每個人腳上都一雙 對 然後大人款是已經 完全買不到 因為它也是限量的聯名款 然後呢 我去日本玩的時候 我當地的朋友就跟我說 他認識球鞋店的老闆 然後球鞋店的老闆 幫我留了一雙 手刀衝去 就留的是一雙銅鞋 就是一雙小孩子的鞋 但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因為那時候呢 我肚子裡懷了一個妹妹 然後我就說我要買了 可是它因為已經有很多人在訂 有很多人在排 所以它其實價格已經開始在炒了 然後老闆就是問我 他就跟我講說 他沒有辦法原價賣我 因為已經有人開價更高 要跟他買了 我說那我就再加錢 所以我是 買到這一雙 那大概原價才六七千吧 我說你拿來給 楊皓如 你就是吸不得 我說你拿來 我說我小孩出生 他會穿的 那你平安出世的時候 要等他會走路 對不對 那等他會走路的時候 剛剛好可以穿的時候 是夏天 然後夏天的時候 不適合穿這種毛毛 太熱太熱 就腳會 流汗 對 鎮子 然後想說好 再過個半年 冬天的時候 沒關係 腳大一點點沒有關係 我就硬塞 把它塞進去說 妹妹 妳塞著 妳走路好可愛 好可愛喔 然後妹妹塞進去 走兩步 然後因為她前面的頭太大了 對 小孩子完全不會抓那個重心 她這邊這麼大兩坨 她走一走 自己被那個斧頭卡到 所以其實我標籤到都還在 而且好像都沒有 對 她是新的耶 她是全新的 因為我完全找不到時間 可以讓我小孩穿 那現在都穿不下 然後我老公就一直說 那妳送人好不好 送人好不好 可是說真的 現在也不流行了 妳以為那一雙是穿不到嗎 我老婆還買這個回來 真的 為什麼 我問妳 台灣一年世紀 這一雙哪一天可以穿 在你吵架覺得 心很冷的時候 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也太妙了啦 不是 我跟你講 有一次我們 這個好熱喔 一次我們去澳門 十二月去的 天氣是有一點冷沒有錯 剛好那一天就是下了雨 然後她可能穿了鞋子有一點濕 雞皮的有一點濕 她想說因為這個 然後我們在那個 威尼斯人裡面逛對不對 那個冷氣很強 她就覺得手腳發冷對不對 剛好就看到這個 U開頭的這一家店對不對 很有名 她就殺進去了 然後就買了這一雙回來 這不便宜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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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要七千以上 對 然後她就立刻 把她那個雞皮換掉 然後這個穿上 好溫暖喔 也好快喔 走在路上逛街 大家都在看她 而且她臉裡頭 整個都是毛嘛 對... 真的很熱 然後拿回來 就穿過那麼一次了 應該 因為台灣真的適合 對啊 這怎麼穿 台灣很愛下雨啊 這怎麼穿 而且說真的 你下雨天穿這一雙也是完蛋啊 因為今天遇到水會那個 漢華 不過像這個啊 就是真的 有些就是你就會覺得 好像現在正流行 比方說那個球鞋啊 或是像那個正流行 然後國外比較便宜一點點 但是如果正流行的東西 你又帶很多回來 那真是瘋了 對啊 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大概兩三年前的時候 就是那種很繽紛的鑄鐵鍋 還很紅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的價格好像被炒到 一個差不多要八九千 有的甚至要上萬元 對啦 所以那時候我就聽說那個東京的奧類 賣得很便宜 價格大概是台灣的六折 有時候甚至於有一些組合價 會到四折五折的 然後我就去東京的奧類 買了十一個鍋子回來 十一個 十一個 十一個啊 十一個 十一個 你剛才還有 有臉笑 凱莉哥 十一個 而且我跟你說 我們兩個都在想 這應該是很不誇張吧 他今天全部帶了 我真的 真的買好多 這超重 這超重 這個怎麼放 你看這個獨鏡 你是家有多少個壞人要打他 你知道像這個 那時候台灣賣這個 好好看 這個一個不亂看 然後我那時候在東京 好像差不多才六千多 七千 是不是要買 要吧對不對 那你全部都用得到嗎 而且我跟你講他都沒有用 你看他上面的 都還在 怎麼回事 你是一次買回來的嗎 一次買回來 那怎麼帶 我就兩個行李箱 然後你就行 這個就放進行李箱裡面 對不對 然後你的衣服 就把它捲一捲 那這鍋子裡面 鍋子裡面有空間 然後你就把衣服 就放在鍋子裡 我就是所有的鍋子 我都塞了衣服 塞了小東西 你這樣加起來幾公斤 可是我那一次 大概六七十公斤有 好誇張 你回家說行李箱 我等於是 找不到化妝品 還要去找鍋 我等於是扛了一個成人 然後那時候在東京 就這樣走在路上 而且我那時候還 這邊又背一個行李袋 就兩個兩個行李袋 然後兩個行李箱這樣子 那妳看回來不足 是什麼意思 不是 因為它太漂亮了 我又很怕它刮傷 然後我為了要搭配 漂亮的鑄鐵鍋 為什麼 然後有一次 我去韓國的時候 我就看到 這件圍裙大概要 台幣兩千塊 什麼 這個圍裙要台幣兩千塊 對啊 我那時候就想說 你看這個 這滿好看的 而且它就是 脫光光 我先搶配 什麼脫光光 你今天是第一次穿嗎 看起來是 你看起來好不實際 不行 我就一定要現場 你都不知道怎麼穿 其實還滿可愛的 它就是這樣 就很可愛 很可愛 可是百貨波斯都有 真的嗎 百貨波斯都有 那你為什麼不穿 對啊 因為波子都沒有用 對啊 因為波子都沒有什麼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我這樣搭配那波子 好美啊 我可以很美麗的這樣子下廚 可是你都沒有用啊 可是沒有下廚啊 說真的我會買凱莉的也 我也會 真的 真的 而且又不用 對 你不懂你在想什麼 沒有話我可以做一下 還可以心情好 小孩天天都在上面 不過女生真的很容易 失心說買一些東西 老公會被制止 還是 你有沒有什麼狀況 是Stacy買東西 然後到現在你還看不懂 不是 我看不懂的事情是說 多了 對 這是 他就一直跟我爐說 那個小孩 我們要不要帶他去 迪士尼樂園玩這樣 我們一家三口 然後站在迪士尼門口 拍的那張合照 那個是一輩子都沒有辦法 沒錯 再去弄回來的一個回憶 沒錯 那一張照片 你兒子長大以後 看到的時候就說 你兩歲的時候 爸爸就帶他去迪士尼樂園玩 那個是一輩子的回憶 展人 好了 我為了那張照片 我就答應了 然後我們就去了對不對 到了迪士尼樂園 其實開心的不是我兒子 我兒子 因為他根本搞不清楚 這是哪裡 到了迪士尼樂園 大哭的是我的太太 大哭 大哭 因為他說 他從小就是迪士尼寶寶 然後他就 迪士尼的什麼電影 他都有看 因為他相信人性本善 因為他現在做服務業 雖然發現其實是 但是他又覺得 他嫁給你之後才發現 什麼嫁給我 後來他就覺得說 這個才是他一個夢想的 一個王國 是啦 然後其實去裡面最可怕的 不是這些遊樂設施 是 三部一小店 五部一大店 有沒有 你走在那邊 你只要玩完一個設施以後 你從那個出口走出來 比如說你看3D電影 從那個出口走出來以後 你看到就是在賣 類似相關的產品嘛 對不對 他就買了一大堆什麼 我是覺得一些 都沒有要用的東西 可是真的好好買 一定要買 因為他們都規劃好 那個洞穴 他知道你剛好 比如說 對的 比如說這個迪士尼的法菇 你進去就要買 這是第一次要買 不是你剛才買 最棒的 你就是要讓人家知道 你有去過迷士尼 你有沒有買到 我還有買中國風 有珠蓮的 你們好朋友去買 你一個大人 好了 不要再買了 你一個大人 你買這個幹什麼 你說在那邊買 還滿應景的 你現在戴這個走在這張東路 你看人家怎麼罵你 然後這個也是米老鼠的 對不對 他連去西林 然後這個還會一直發亮 就算了 然後他買這個米老鼠的手套 到底要幹什麼 冬天很冷 哪裡很冷 冬天很冷 而且譬如說你拿那個鑄鐵鍋的時候 鑄鐵鍋子 會燙 他的人有比得上我的新人 然後買這個高飛狗的帽子 要幹什麼 配優達 配優達 是比綠優達好 可是他這裡面寫 可是我真的到底是 你真的很好買 一定要買 這些都基本一定要買 而且他們動線真的很棒 就譬如說你玩完之後 出來就是 對 你就覺得剛剛才跟他相遇 現在就可以把他帶回家 對 對啊 而且連他限量的一些帶子 購物帶都要買 對 而且我跟你說 你老婆算好的 你要覺得凱莉哥 那才厲害 算了 要童話 因為我們的另一半是很瘋狂的 我們心裡面要放自然 不信你問我老公 所以你老公也很瘋狂嗎 沒有 我老公是一個 就是非常鎮定 非常冷靜 非常緩慢的一個人 然後基本上他出國就是出國 就是享受出國的瘋狂 他覺得國外的城市最美 最值得帶回來的就是 就是 就是最美的回憶 可是我不一樣 我就是一定要扛這些回來 我還看得到的東西 我才很開心 然後我老公被我潛移默化之後 有一天我們就去泰國旅行 然後我們去那個 泰國很北邊的地方旅行 幾乎是遇不到的觀光客 我們就開在那個高速公路上面 然後因為他們高速公路 其實就是一般的道路 只是可以開比較快 我們就咻過去了之後 我就說老公 那個旁邊好像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 賣那個牛角頭的攤販 而且它是那種三層 然後非常的寬 大概就那個布景這麼寬 然後全部都掛滿了牛角頭 然後我老公就下去看 他看了非常久 大概看三十分鐘 上來之後他就跟我說 我跟你說那個頭都沒有清乾淨 就是那個骨頭裡面 都還有肉還有 它沒有清乾淨 所以會有味道對不對 對 所以它旁邊都是蒼蠅 然後它沒有清乾淨 所以他就說那我們不要買 我說好 那我們可能也再不回去 後來我們在英國 就看到這個 在跳蚤市場 好重喔 就看到那個鹿角 它是真正的那個鹿 你看 這不是他的眼睛 清乾淨的 不是他的頭蓋骨 清乾淨的 然後我們就看到這個之後 我就跟老公說 不行... 我們家真的太缺這個了 你看這家會脫害我們家 多美啊 是不是 多美啊 我們家都沒有加進多美 對 怎麼會 然後呢 然後呢 妳的玩意會不會被抓走 對 假如是撞在尾角的時候 他說 有拚 有拚 什麼事 幫我安排一下吧 妳現在是為了 鏡上外星人的 你摸那個鹿角頂 就可以感應到 是不是 不是 我去扮許浩平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他 麻煩幫我 他這個好好上好不好 然後後來我們就買了這個 你知道我們都還沒有想 任何的運送方式 因為我看到的一定要買 你想要我就一定要買 我老公說怎麼辦 帶不回去耶 還是我們要這樣上飛機 可是因為他是 太危險了 不用讓你上嗎 可是他是加工過的標本 所以他進台灣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我們怕在海關被刁難 為什麼拿的是算中藥材嗎 不是 那是露露 然後我就 後來我們兩個就想說 好吧 找貨運公司 就是那種貨運 有一些留學生 比如說要回來 他就會有貨運公司 了解 所以我們就去找貨運公司 然後就貨運 所以他是海運回來的 海運回來的 他大概我們大概等了三個月 他才到台灣 所以我們回來之後 然後三個月才到台灣 然後像如果你是真的 已經預計做好功課 要扛很重的鑄鐵鍋 或是什麼 我建議大家就是 你在訂機位的時候 你要多買你的行李 千萬不要等你買完 然後已經拿到機場了 才現場去加買那個 差會很多錢嗎 對 我覺得差還滿多的 就是你有預計 你做好功課 可是因為我是不做功課 就是都是 隨性 有說服力嗎 沒有 我突然有一個非常脫稿的 非常好奇 凱莉哥你今天怎麼來攝影棚 就一台車來 然後工作人員有很多人 然後我今天私家帶券 所有的人都來 樓下一台康福搬家的人 樓下怎麼來 三個大一台車 所以我一進來 樓下警衛就說 你今天是要來擺攤賣東西 不是 這樣比起來 其他人還沒有更嚇死人的 誰敢跟他 為什麼你 為什麼 是不是 是不是 要童話 童話另外一半 你要被童話 對 童話很重要 但我聽完凱莉哥的故事 我真的覺得她老公非常愛她 對啊 但是童話另一半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像我覺得我買得很自豪的 這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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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凱莉哥 腳 等一下 你也開了 你們在想什麼 我聽我說 我幫你 這是我在瓜地馬拉出外景的時候 瓜地馬拉 對 然後我去一個安提瓜的古城 在市集裡看到這個手工椅子 它是木雕的 然後呢 全場就有三種動物 大象 長頸鹿跟鱷魚 然後大象已經被我同事買走了 我想說 糟糕 不買來不及 我這個覺得這是機不可思 就立刻扛了長頸鹿 然後你們看到上面還畫這隻鳥 是瓜地馬拉的國鳥 就非常 吉祥 對 非常好的一個寓意 然後我當時就看到它我想說 我跟你有一樣的想法 我覺得我一定帶的回來 沒有 你跟我一樣的想法 好多 沒有 我就想說我一定帶的回來 因為你看剛剛它腳掉了嘛 對不對 所以它四隻腳都是可以 它可以拆就對了 可以拆的 然後它這個耳朵也是可以拆的 它是一個長頸鹿的腳 這個合理多了 是可以拆的 這個很幫人家著想 對 對 所以我就把它 全部都拆掉 只剩下椅子這個板面 但是我放進行李箱的時候 還是有點困難 因為它這個頭是有點凸的 對 我就像魔術方塊一樣 把它輕鬆地塞進 我的這個行李箱裡 然後就決定很開心 我就跟老公說 我買了一個很棒的東西 你看我那個椅子非常有 這個南美洲的風情 然後我們如果放在院子 對不對 草地上或者是家裡 陽光灑落的角落 坐在上面一起看書 是不是件很棒的事情 做一個人 文青 但是我們家沒有院子 對 你在哪裡啊 你在哪裡啊 也沒有陽光灑落的角落 所以它就是一直被放在 某一個地方 然後有點積灰塵 像我剛剛還是把它 從一堆衣服的下面就是 抽起來 然後帶來 而且也好適合 戴著魚皮帽 然後坐上去 我那個背 對啊 而且她買這個回來 她還敢罵她老公 買那個魚的帽子 對 你能夠定的耶 而且有沒有覺得這個遠遠看 就是九族文化春來的 哪有 哪有 但是有沒有那種狀況是 好 大家家人看不懂 或是朋友看不懂就算 現在是你買回來之後 你發現日子過了以後 我也看不懂 清醒了 對不對 想說 九醒了 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怎麼會買的 剛剛黃醫生不是說 就是如果這個東西扛回來之後 是適合你家的話 那就很值得扛的 對 我那時候去 我今年去泰國的時候 我就在水上市場 看到了一個燈 然後因為我家 是全部都是木頭 就是比較Villa的那種 就是當初裝潢的時候 然後我就看到那燈的時候 我就心裡想說 這好適合放在床頭 然後我就跟那個 因為水上市場 都要跟人家殺價 我跟人家殺價燒久的 就是從八百塊 然後八百泰銖 然後燒到四百 然後我就把它扛回來 我就買了這個 所以台幣也帶四百左右 就是台幣這個 然後而且它就是 它整個都是椰子做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這很環保 然後用那個 就是很適合 所以它的真相是椰子殼 對 它是椰子 它整個都是椰子 連這個上面 這個都是椰子殼 然後那時候就把它買回來 而且因為它是椰子做的 很容易摔壞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就把它這樣子 一片一片那個椰子 這樣全部拆下來 全部拆下來 然後一片一片包好 然後我還去跟 我把它拿回去Villa之後 然後我還跟那個Villa 要了很多那個當地的那個報紙 然後把它全部都包起來 然後再用衣服裹一層 因為它真的很 因為它椰子殼 很容易換 然後它就占掉 我大概二十九寸的行李箱 大概四分之一 然後我老公就一直翻白眼 他說你為什麼一間 一定要扛這個燈回家 真的耶 為什麼 你又不拿上背景嗎 因為我覺得就很適合 因為它這個在Villa裡面 看起來很美 對 它這個很廣尾 它很有情調 而且你家裡很適合這個 對 就是我們家 全部都是木頭 然後就覺得放這個 放在床頭就很有情調 結果我拿回家之後 我就覺得很得意 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要給我老公看 我還叫我女兒去房間 說你看我買了一個 非常新的那個床頭燈 我就說那個燈一插 超暗 我以為人爆哭耶 爆哭了吧 我以為人 好暗喔 我以為只能爆哭說 媽媽太 這個燈就是讓你 起來的時候 先找一下眼睛在那裡 找到眼睛在那裡 找到眼睛在那裡 找到開關開燈對不對 這個燈啊 搭配那個仰角啊 就完全看不到 結果就最後就 而且我還要試著說 看能不能把它 換有一滴的沒有用 因為它是 最主要是它那個椰子殼 上面的洞太小 對 所以它的燈光 根本透不出來 它就不透光 就... 其實我就是覺得 是失心瘋吧 大家知道 在義大利啊 有一個人物 她比聖誕老公公還紅嗎 誰啊 就是她 她是誰 這超恐怖 她真的就是巫婆的樣子 她是一個巫婆 但是她叫貝法納 她非常紅喔 因為啊 在相傳在義大利呢 乖小孩會送 收到她送的糖果 乖小孩子會收到煤炭 所以大家說到很恐怖 你們就會收到煤炭 妳們都會收到煤炭 都不想要啊 然後那時候去嘛 就剛好遇到 他們的節日之後 然後大家都在買巫婆 我想說 怎麼大家都在買巫婆 好像不買就沒有來過這裡 所以我就想說 好 我就買了一個 選了一個這個吊飾 然後 擺在家裡 還可以跟女兒講說 要做乖小孩喔 講聖誕老公公的故事 不要這樣 我看到就不會寫小孩啊 然後我看起來就看完就說 媽媽 你可以把它拿開嗎 因為她在這裡我睡不著了 真的 因為當時很瘋狂 我覺得大家都在買 一定要買 結果回來冷靜下來 覺得 其實她長得有點 就奪婚居啊 我想 你就把這衣服拿回去 而且你們看喔 她的腳喔 好可怕 還可以動喔 她很輕 好恐怖 她幹嘛是不是自己在走 她請問自己走 你這個不要隨便亂丟喔 對 我後來說起來 這樣我就不敢丟 我想說 會自己在床頭上這樣 不然以為我把它丟了 她會不會招來什麼不想的 不要害別人 可是我不是說我很佩服你們嗎 我覺得你們敢買那些 有人像的東西 對 因為當柔眼睛的那種 我其實不大敢 我之前就是在日本遊學嘛 然後那時候就是跟我老公一起 然後你們知道 日本最有名的 就是這一尊 這比較可愛啦 很可愛吧 而且這是你叫爸爸媽媽 那個年代會買的東西 對 我跟你講因為我那時候就想說 在日本念書回來 一定要帶個紀念品 而且我又跟我老公一起去 我想說 我們回台灣就要結婚啦 結婚 你看這多喜氣啊 一個紅色 一個藍色 然後上面還有珍珠啊 什麼就是你知道很可愛 不可愛嗎 她這麼承認 對 跟六五所比起來 就好多了啦 然後呢 Anyway 後來呢我們倆回台灣 的確就結婚了對不對 我就想說 難道我就把它放在我們的床頭上 就是你知道看到她 就可以想到我們以前 在日本念書 那種東西 好可疑喔 你越來越的那種感覺 兩個紙紮人放在那邊 但是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你們仔細看她的眼睛 怎麼樣 會動 你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會看紅色嗎 她的眼睛的眼白 不是眼白 是眼黃耶 這個黃膽 黃膽是不是 要照光 這個要照光 黃膽跟紅色之間 對 我後來才發現 她有黃膽跟血絲在裡面 這個 我也有同處 你要不要乾脆在趟去做 健康檢測 你要不要送她去 乾病防治中心 而且你娃娃買回來的時候 頭髮是在這兒對不對 沒有 還沒有 長長了 還是怎麼長長 還在胡說八道嘛 有個博物館很有名 也是 就是她的娃娃 然後頭髮會長長 對 有一個博物館很有名 然後還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她其實是 那個人就是節目上 有介紹一個娃娃 然後她有跟她 一模一樣的娃娃 然後那個媽媽 在看電視的同時 她就聽到這個娃娃說 快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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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說 然後她就把那個娃娃 帶到那個狗狗 跟她本來的那個 很像的那個娃娃 所以我真的是這樣 沒有跳舞開花 而且今天還有看到一個 所以有一天她跟她講說 她要去那裡之後 麻煩你把她帶到 好恐怖 真的 吸氣米 超恐怖 我現在已經收起來了 我現在已經收起來了 沒有 我今天今天還有看到 一個影片就是有人 就是對著那個自己家裡的 就是有這種有臉的娃娃 就是對著她拍去錄影 然後結果隔天 看到影片的時候發現 其實她娃娃半夜的時候 自己可以動 這都是你們自己帶回來的 怪誰呢 自己帶回來的 自己 對 怪她自己扛 自己帶回來的 就像你自己扛那麼多的東西 然後就半夜她跟你說話 就自己扛 我想問一下黃醫師 今天介紹那麼多東西 你最喜歡的是哪 以及最驚恐的是哪 我已經講不出話了 你絕對不會扛回來的事情一樣 好不好 我覺得我今天的應該只有 浩如的那個鉛筆 是我覺得我會扛回來 那個小 所以不用扛數 很好 剩下你都不OK 咖啡也是滿有創意的 石頭確定不要嗎 石頭 鑰匙圈不要嗎 尤達的帽子也OK 節目最後我們來衛教一下 麻煩欣怡把那兩針再拿起來一下 好可怕 這個 好恐怖 有B型肝炎代言 請記得 他們兩個是B肝代言 請記得一定要去找一生追蹤 不然等到腹水已經這麼腫了 最來不及的 好可怕 好有教育的意義 是... 不要等到肝硬化 好吧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記得到媽媽好神們 是來幫我們做互報 大家掰掰